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人是当时逐日冬天的和珅 和珅虽然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获得 可他很受乾隆皇帝宠建 凭不清云 官阵领侍卫内大臣 义政大臣 文华殿大学士 首席军纪大臣等 和珅将亲政连接的朱归 是为自己的政敌 意欲将他除掉而后快 1794年 朱归在担任梁广总督时 与入侵广东南海的英军作斗争 抓获了许多企图登陆四处流窜的英军 乾隆皇帝指导后 打算提拔朱归为大学士 新朝没有设置宰相 大学士相当于宰相 是许多文官梦寐以求的职位 就在这时候 和珅像乾隆皇帝密走 撑一扣在广东沿海非常猖獗 四处流窜抢劫人民财产 梁广总督朱归没有及时都帅出海击捕一扣 是未失职 理应连成 原来 朱归发现清军水师战船强度差 不能出海作战 便自掏五千两银子建造战船 战船没有建好 自然难以出海 和珅抓住这一点 对朱归进行攻击 也算是抓住了朱归的软肋 乾隆皇 帝或西后 很是恼怒 不但没有将朱归提拔为大学士 反而连将术级 将他贬斥为安徽寻服 朱归没有为自己辩护 毫无怨言 他知道 在和珅搞鬼的情况下 所有的辩护都是苍白的 他在离任梁广总督时 又拿出一万五千两银子 留给下任梁广总督 让他制造战船 乾隆皇帝第十五子 永远是朱归的学生 他很不理解老师的做法 问老师为什么要捐出这么多银子 朱归淡淡地说 玉外是大 稀乎金钱 这八个字说得轻描淡写 却很让永远感动 朱归深知自己搞不过和珅 便决定与永远搞好关系 虽然早在1773年永远 就被秘密立为皇储 可一直到1794年 乾隆皇帝还没有宣布这件事情 谁也不知道永远就是未来的皇帝 所以朱归也是势在赌博 赌的是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毕竟乾隆皇帝的儿子那么多 万一皇位继承人是其他人 以后朱归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不过很快问题就有了答案 一年后的1795年 永远被乾隆皇帝正式立为皇太子 1796年正月初一日 乾隆皇帝将皇位禅位给永远 是为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即位之初 乾隆皇帝打算将朱归赵进京城做大学室 嘉庆皇帝写诗向朱归表示祝贺 和珅立即跑到乾隆皇帝面前告状 说嘉庆皇帝是在笼络人心 世人乾隆皇帝很生气 幸好军机大臣董告苦戒 说圣主乌过眼 乾隆皇帝这才作罢 1799年2月7日 乾隆皇帝在89岁高龄去世 嘉庆皇帝迅速将朱归召进朝廷 入职南书房 管户部三库 嘉太子少保 朱归终于进入权力核心了 与此同时 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 将他革职抄家 最后次和珅在家中用白灵自杀 和珅死后 朱归成为嘉庆皇帝的左臂右膀 嘉庆皇帝对他言轻计从 1806年 朱归病逝 享年76岁 嘉庆皇帝如散拷笔 亲自到朱归家中祭奠 朱归宅邸大门太盛 以至于嘉庆皇帝的御驾都抬不进去 参考资料 青史稿 青涛亮解朱归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皆さん又 tragic判断统 骆皇 Prest 感谢观看